总统蔡英文28日晚间在脸书贴文 表示将订定进口猪肉莱克多巴胺的安全容许值 并放宽30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 贴文至今涌入上万留言掀起论战 成为近期讨论度最高的公共议题 支持的网友表示 标示清楚就好买不买自己决定 而反对的则认为一句时空背景不同 很难让人信服 因为当初反对美猪美牛最大声的就是民进党 这是一个民生问题 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们今天是为了我们全体国人的健康走街头 2009年蔡英文走上街头 在反毒牛大游行中大声疾呼 当年绿营抗争的声音 如今都留下历史记录 重重自打脸 难怪连自家人都挺不下去 原本28日上午 县市首长受邀到总统府开会 但屏东县长潘孟安借口图书馆开幕不出席 而中午立委参宴对美猪美牛议题 曾大力反对的绿委林淑芬 刘建国双双缺席 到了晚上林淑芬就在脸书开枪 表示要顾全大局以经贸之名 在实案上退让 人民真的很卑微 而当时也参与反毒牛大游行的 立法院长游锡坤 立委高嘉宇 以及公都盟执行长张红林 对这次开放美猪牛跳过国会审查都没意见 而当初有主妇联盟等民间团体组成的反美牛联盟 过去大动作走上街头捍卫国人健康 如今却近身不说话 对照网络战火 反与不反 似乎也是看颜色 虽然蔡英文为美猪美牛实然挂保证 但说到底还是和过去领检出的态度 有着法夹弯式的大转弯 人民怎能吞得下去 欢迎新闻张家宝陈丽婷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